謝謝師傅 OKOK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早晨 我們又見面了 你一見我就發了 你知不知道我在哪裏 我在芙蓉的仙景山莊 今天依然幫人家立悲 上一次我們立悲 立到胡人家非常做生意 順順利利 他跟我說了師傅 我做事很順利 我兒子和女兒很成功地考入大學 有了 有了 生意只有兩三宗生意 是大宗的 因為是做鐵廠的 工程也有百多萬一宗 他都很開心 最沒有他都有二三十八千賺 很開心 立悲來說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立悲的事是可大可小 有很多人不明白 悲就在那裏 剛才立完了 我叫主人家閃一閃 無謂見光 大家看到了 所以說立悲來說是很重要的 如果說立悲 立到不夠正的來講 真是會害死人的 為何會這樣說 因為第一 我好像說莊園 我們說哪裏都好 耳山哪裏都好 全部做生意都說 他的地是最美的 誰都是說 他有福地 其實很多地都是很美 但有些他就沒有那麼美 那麼他沒有那麼美 那怎麼好呢 那就要靠我們扭展乾坤 如果你不扭展乾坤來說 你就怎樣做風水 你拿著一個羅間 怎樣去擺 你一起說東南西北的方向 是沒有意思的 尤其是這裏 你看一下這裏的山 這裏是一條馬路 前面看到 有些人就很忌忌 看到一四 看到沒有 一四 其實一 坦白說四 即是翹腳 你們看到嗎 這樣翹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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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嗎 這樣 穩穩定定 不是說四 就是死 我通常是用四號 我坦白跟大家說 四號就是生意 生意來說 我們做生意的朋友 因為我的客人很多是做生意 有些是做高層人士 有些是打工一族 也有很多 這樣我們 你不要看到一四 不是這樣說的 你看不到一個L字 L 看不到一個L L就向前走 一個L是向前走 就是那個0 就是一尾滾字去 一尾滾字去 那麼T 就穩穩定定 站在那裡 所以說 你們大家要注意一下 定定站在那裏 你不定定站在那裏 你做什麼都沒有用 所以說 天天都穩定 天天都穩定 右手邊 是不是很多扶手 是不是 就是有樓梯級 上去上面 看不到 是樓梯級上去上面 他怕跌倒 怕我們行清的孝子 我來的子孫 就是扶手 我們出門有貴人輔助的意思 是樓梯級 你看一下後面 有個凳梯級 你看到沒有 這個就是立座碑 是這個地 你看到那裏 心前來看看 那裏有個大凳梯 我教大家看風水 看不看得到 這個凳梯 你看這一隻凳梯 這一隻是凳梯 看不看得到 所以 這凳梯級 向著你背後 不發得多難 所以我想和大家說 立庭的東西 一個重要性 大意就是 賣地的地方 是很重要的 這個地 是叫做 永久 一百年 一千年 一萬年 都永遠在這裏 就留給子孫 就是去供奉 拜祭我們先人 所以說我們先人 有些人 就是想找的地方 如果是說我們後人 找到不靚的地方 你也不用怕 我可以幫你扭轉乾坤 我厲害是在這裏 但不是說厲害 我的本領是在這裏 老實說 大意 這個立庭來說 坦白說 它的字是紅字 人還在這裏 這個是幫他自己 是幫他自己 做一個腹肌 通常我不會做生肌給你們 我還用腹肌 財肌 瘦肌 給你們 什麼叫腹肌 就是腹氣 腹肌 瘦 就是身體健康 萬瘦無僵 你明白嗎 財 銀子 所以說腹肌 就是有腹氣 腹大 所以我們人還是在賺錢 我們人還是在這裏 世界上 我們要賺錢 做什麼都要順順地來 字眼的對聯 是很重要的 是我精心細斷 細細選 細細選出來的 這兩行字 是很重要的 龍氣重橫 昌富貴 看不看到嗎 山靈聚會 黃子孫 你為了黃你自己 你也要黃你的下一代 再下一代 就是我不管你有多少代 就好像陳家的子孫 五里里王 一百代也好 多少代也好 都是永留之時空 一美王子去 聚會 就是說很多有兄弟姊妹 都不對的 你有沒有留意到 父母親過世之後 兄弟姊妹 個個都翻臉 何必呢 有些為了遺產 有些為了其他因素 而搞到兄弟不和 姐妹不和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說 這些字眼來講 每一個字眼 都代表有深刻意義 所以大家要學會這件事 所以大家不懂風水 但是師傅我跟你們分享 風水 陰地的風水 即是吉地 就是效果 即是流程 要怎樣 我跟大家去分享 所以說 碑來講 我曾經說了給大家聽 他的斜度 他的斜度 我叫攝影師過來這邊 看看我們對面這邊的人 你拍一拍 你站在那裡就可以了 你看不看到這裡 全部一排 是有人的 全部斜的 他躺下去 前面有些很斜的 看不看到 我教大家看 你們要學會 有很多師傅他不懂的 他是沒有這件事的 他沒有學這件事的 他是拿一個羅庚來看 但是他沒有講究這個細節 我是專門講究細節 你以這個細節 如果你調得對來說 萬大事都可以大富大貴 你調得不對 你幫人看 你都要人好的 你幫人看到一個意思 人家沒有氣息 誰會找你 沒有人會找你的 一樣樣 我做得不漂亮給你 你都不會找我 很簡單的 那我們做得好給人家 自然 就很多人找我 所以你們有緣 就見到我 沒有緣 就結緣 就除緣 所以說 如果在泰國直 立碑 沒有師傅會跟你解釋 他也不會跟你說 可能他自己也不懂 怎麼說 立碑立到直直 早前 就錯到不穩定 所以說 立碑 立碑 這麼簡單 你知道嗎 所以立碑 最少要兩小時 曬太陽曬到死 幸好你醒目 啊 先進山莊 這裡的負責人 搭了一個棚 給我 不用我曬太陽 因為我們立碑 就要愛太陽 愛猛烈的 現在就曬太陽曬了 所以說 就要吉祥日 而且剛才他們見到什麼 他們見到琴渠 琴渠現在不見了 好奇怪 還有一個蝸牛 見到琴渠 如果是黃山來說 坦白說 就是吉祥日 有才氣的琴渠 那些蝸牛來說 就吉祥 富貴 你明白嗎 那樣 琴渠剛才說 招財 啊 招財 花開富貴的意思 所以說 立碑 不要亂找別人立 你找錯別人立 就害死你一輩 立得對 恭喜你發財 立得不對 就是餓你吉弟 我跟你說 所以要記住 不管周邊的環境 要怎樣也好 再看一看 除了這個十九 你們有沒有留意到 再上面一個 十九 十四 後面那裡 十九 看到嗎 清楚嗎 九六兩頭歐 你們明白嗎 所以說九六兩頭歐 有很多機會 走了 你會勾回來 所以很多人的車牌 我都會比起 九和六 做生意的人 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就說 數字給你們聽了 數字人生來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樣呢 這裡的地方 這些chs 鳳梅的 鳳凰的尾 鳳凰的尾 遙來遙去遙來遙擺來 他開心的鳳凰的尾 搓鼓著 的端了 像一個孔雀 郭武昇平 你明白嗎 八面玲珑 動著動著動著調著 他的生意不是每日都這麼好 如果我們做給你們都好 我們一定要講生意 人際關題 貴人 都是最後那句 身體要健康 我幫你做 這個要100% 不可以50%,看風水就要50%,看這些是要100%,99%都不行,差一分,你會害死人,你自己用邏輯去想想,我說得對我,所以說一時我們不管他,如果真的沒有答彭來說,我們真的要旗子曬自太陽理納碑,不是那麼簡單的,你收人錢財,你就要做到好靚給人家,所以說你們大家要記得,還有呢,還有很多人問, 金塔可不可以做風水,一樣可以做風水,我放一件東西,或者放兩件東西,或者放三件東西,在金塔的裡面,就可以扭轉乾坤了,這件事,第二呢,碑都要放些東西下去的,你不放東西不行的,到時呢,你這裡呢,做了個龜殼,都要放東西的,所以很多東西要做的,你明白嗎,所以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個為止,待會我就要落馬六甲了, 那麽來馬六甲呢,我想讓大家知道最新的行程,可能呢,我就會落去這個,坐康,坐康可能我會,會逗留,我不清楚我是多久,又可能我會分分鐘都會飛去中國看風水,所以讓大家知道一下先,所以如果是說我真的,中國那套管治,我要飛過去來說呢,這樣坐康的風水,我會替了一本,接著我飛去中國,我會飛回來,坐康, 我再會繼續落坐康,提風水,為你們服務,還有民事的,好了,今天不說那麽多了,所以說納碑的東西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們要買福地,也可以聯絡劉小姐的,劉小姐可以幫你選你要選的,找的,金塔的位啊,或者是說保地啊,福地的位啊,總之不靚,我們做到靚,靚我們做到更加要靚,你說是不是,我們都要為自己,都要為我們祖先,都要為我們子孫, 人不為己,天諸地滅,你說是不是,最重要是人,不要偷握鬼片,什麼都可以做,偷握鬼片,一世不用好,這句話是很認真和大家分享的,所以大家要記得,納碑是我們華人文化傳統最重要的,這件事沒有搞笑,所以說,生機很多人做了,效果有些人看不到,有些人看不到,但是福機,仇機,財機又不同了,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不賺多些錢來享受,不賺多些錢來賺,不賺多些錢來用,還等什麼啊,那你有福氣還是可以啊,所以我還要做福機給你啊,那你健康,你就有福氣了嘛,是不是呢,那你健康,你去到哪裡,行得,吃得,走得,坐得,睡得,睡得,跳得,講得,聊得,什麼都可以,樣樣都可以,人是要愛這件事的,不愛一天,老了就很多病徒,有些人看老了都很健康, 但是有些人未到老,就周身病到,其實是很多因素的,所以吃得,行得,走得,喝得,睡得,講得,笑得,唱得,樣樣都可以,就最重要,身體要健康,所以脆魂要亨通,子孫要滿堂,吉慶就不滿華堂,最重要這件事了,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為止了,好過熱了,我也要下去馬六甲做風水了,拜拜,下次你們呢,我是否在福地來講啊,我是否在金塔, 你找劉小姐,我幫你選金塔,好不好,OK,幫你找一個福地,如果福地,你們早期是賣了的,他們說到不好,怎樣不好,怎樣不好,你不要害怕,我幫你搞定它,不要變得好,我是最厲害,就是這件事了,我最把握的一件事了,古靈精怪,我可以幫你變的,OK,所以不用擔心,總之你找劉小姐,不管你哪個山莊都好,哪個毛遠都好, 好,我議員幫你為你服務,OK,拜拜 這個電信塔,可以化解啊,怎樣化解啊,這個沒問題啊,最緊要那隻椅子啊,那隻水槽啊,拿去的財給你自己啊,後面入水啊,銀子又不理會洗啊,看不看到啊,所以說呢,風水的東西,山地有風水的東西是很好的,這邊呢,你看到那邊沒有,那邊有建築物,那是金塔位來的,那個山高啊,你再放下去,右手邊,再轉,再轉,那裡有建築物,看不看到,再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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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有個電信塔,看不看到, 所以電信塔來說呢,通常呢,我們都會在猴桃那裡呢,是做些事的,在猴桃那裡,很多人不懂在猴桃做風水的,只是要在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龜學這裡啊,啊,大風水啊,猴桃都有風水的啊,你不要說什麼,你們不要疏忽了啊,所以猴桃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看,步步高升啊,這個山,什麼都有啊,這條馬路流的水下來, 所以說呢,最重要呢,就是呢,鳳凰擺味啊,哈哈哈,好啦,今天分享到這裡為止,跟大家,下次有什麼,我再跟大家分享啦,記得,如果買福地,買金塔來說,你們要買,要選地,我親自幫你選,不過你要聯絡劉小姐,你可以inbox,聯絡劉小姐,好不好,不用經聯絡不出去的,有緣,我們會見面,OK,好啦,拜拜,不說那麼多啦, 謝謝大家 的話,抱歉 下次 amen 感谢观看